Larry 恭喜你 Thank you 剛才真的想不到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是之後唱完 這樣看一看 啊 怎麼這麼好 沒理由的 其實我打算三、四個而已 哦 已經是很出乎我意料 我知道你刻意回來香港的 所以是不是立刻物有所值呢 都是的 是 你回來也是想得著的 哈哈哈哈 這次就超過了我的預期 都很開心 對 跟觀眾說一下 為什麼你會在泰 Sydney 是不是 是 不如跟觀眾說一下 為什麼會在Sydney回來參加 因為是這樣的 我之前回來 是我要搞新聞席 就碰巧海選 Audition 那同事跟我說 不如你也參加一下 你也唱歌都OK 是 撞了那麼多時間 不如是時候 就這樣 來了海選 Audition 又被我入圍 這樣 意思乎就參加 沒有理由 入圍不回來 對不對 所以跟我太太聊 她說OK 沒有問題 她也沒有說不給 就回來了 神經病 是這樣的 嘩 好好的 我知道你好像 你剛才說要飛回去澳洲路 是這樣的 就 之前真的沒有什麼期望 所以就 打到回府了 哈哈 已經肯定了 拿不到三燈 不如回去吧 買了幾條 回去 其實就有些事情要 要預約 始終你做餐 餐館來說有很多事情要做 對 那你不就要不斷飛來飛去 那 都要的 其實 你不是實力紅厚 除了唱歌之外 玩機票方面都實力紅厚 我剛才brief就說了 很大壓力的 不要這樣說 不要 用分的 那些 那些 什麼point那些 不是說真的拿錢出來 是 剛才說了 說了 你真的 是 不說的都說完 搞笑的 是 說了不敢說 眼裡很大的 不是的 其實就要分 現在入圍 我就想了些事情多了 如何openize行程 如何openize我餐廳的事情 如何員工 那些都要想的了 之前沒有想 為什麼 未去到那個位 現在去到那個位 不想就不行了 就這樣 據問 你太太是泰國人 不是說你也懂泰文嗎 懂的 泰文很好的 是可以用來唱歌的 沒問題 不過現在不唱著 剛才那些評判都挺好 不要唱著 要留一些 留一些 先先先 先先先 好 那我們一起期待 我也希望 希望我唱泰文歌給你聽 是啊 其實我想說 有些評判 直到說明 我們很有穿透力 還有可以說 你有排玩 你怎麼看 有興奮嗎 聽到他們這樣說 不興奮的 因為這樣說 是啊 他很守緊 就是啊 這次我都很驚訝 拿到他的那個燈 是嗎 都是驚訝 其實我不知道 都是那句我不知道 我轉過來之後 原來是有那個燈 都很驚訝 真的 真的很驚訝 有沒有信心 接下來都繼續玩下去 信心是有的 一定是有的 如果去到哪個位置 就不知道 這個要很多東西看的 就是天使 不是你想就是這樣 就是這些東西 是這樣的 好 祝你好運氣 謝謝 謝謝 剛才她說 剛剛報名的時候 太太沒有說不給 往後保持票的時候 太太有沒有說給不給呢 真的 是啊 那你問啊 你問啊 你問啊 我答啊 我答啊 剛才呢 你就說 剛剛報名的時候 太太沒有說不給你 飛回來 但是如果之後 整天都要飛回來 那太太又給不給呢 Good question 啊 那之前我也不肯定的 那有一點 少少 擔心 但是剛才我看到 我拍攝的時候 我有點飛聞 那她也飛回來 那就證明她給我飛回來 我是這樣想 原來是這樣的 我是這樣想 我是這樣想 對了 飛聞嘛 飛回來就飛回來 似飛好像不同匹飛 就算她不給 我也這麼說的 你飛了 就飛回來 我覺得應該是OK的 為什麼 因為剛才我看到她的態度 她也很開心 她也很喜歡聽人唱歌 那這次帶她來 其實是一開始 想著回來旅行 不過現在 都有這麼大的表演 這麼好看 我見她也很投入 不是OK嗎 我猜她應該可以的 泰家會見到我的 放心 加油加油 期待 謝謝 她是不是你的練歌對象 還有呢 她有些可以做彪哥哥的接班人 風趣幽默 通常這些會是得分王來的 OKOK 彪哥哥 彪哥哥真的是上年的大型 啊 泰家哥 那你太太是不是你的練歌對象呢 我老婆 我老婆其實一開始 都是 她呢 我太太唱歌是不行的 她的音不準的 但她聽我唱歌 她就知道 你歌唱得不好 那我就驚訝 我怎麼搞的 你唱都不準 你教我唱歌 你這樣說完她 下次不讓你飛回來 不會的 那你可以剪的 哈哈哈哈 你哪一段不出 一間就剪了她 我幫你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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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你剛才又在玩 我現在又幫你唱歌 究竟想怎樣 我發現呢 你很幽默 可以做彪哥哥的接班人 通常這些幽默風趣 都是那些得分王來的 是啊 這個真的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的幽默 我真的 我真的 你問了 我答什麼 其實很正常 是這樣的 是開心 開心而已 我希望令到大家 我身邊的人很開心 這樣 沒錯